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當你一個比賽 讓你開三道輪胎,這樣就算了 即場派輪胎 下次你來參加的時候,即場派輪胎 立即給你三道新輪胎,我看你怎樣開輪胎 現在這樣問你,究竟是新輪胎還是舊輪胎 正如舊輪胎,又不是舊到起骨,過足舊 走過一下會好一點 地毯胎開不了輪胎 那你的骨頭會怎樣?你真是橙又橙 用輪胎去磨 你磨得太厲害,就沒有了什麼東西 那倒是 我真的不認識 不認識啊,兩位師傅 我剛才是百鐵寶,想著搭 我答,本來你在這裡弄車,立即看過來 我弄車 沒過人幹什麼,你說,你說,我想回答 哇,真是,又被你報到 本來我們要研究,要處理這件事 幸好又是突然間又不成功衝關 有些東西吞前吞口,不然我們又要搞地毯 幸好會煩到頭痛 第一件事要煩怎麼開胎 因為新胎未必能跑到 還有,你都要說那張煎,究竟是新煎還是舊煎 因為新煎是脫毛脫緊的 然後你又帶了一堆啤鈴去 因為它轎著,可能會轎死那些啤鈴 所以你每次回來的話,你要真的擦一顆六角出來 可能轎了一抽毛 那些狗骨是轎著一抽毛 嘩,令到你不順脫味,諸如此類的 嘩,又是頂了,我一想起這件事 煎著爆車,我真的頭痛 第二件事就是,你要想盡辦法去開胎 因為一張這麼滑的煎,它沒有抓著力的煎 你要令到這條胎開,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所以,爆卿剛才說,會用跑步機去磨這條胎 國師國法,有人會用皮帶、沙紫 有人會用百婕布,用啡色的鋼籽 Puis shortwave 那個月 triumph 諸如此類,國師國法 目求呢,其實就是霧裡面的發光的ії 通常是非正式統計 要霧到有應該下去的出來 即是會磨走屎那種,飛出來才會遺作準 通常去鬥地毯場,有可能的情況下 在你的輪胎損失程度,通常都是一套輪胎就可以跑光 因為你很難開輪胎,你以為當然不是 身速扔下去,一定會殺死你 是真的,被人殺 毛利拉加可能被人捅兩三圈 我還是最重要的一句,一定在桌下拿東西上來 這個很重要 學的東西,其實以現在在香港鬥過這麼多次的地毯 香港現在的地毯都行不到 所以可以用一些正正常常的 我們平時在炮牛路用的學都可以 不用用一個特別蠢 例如他們找回什麼SPEED6 無論LTC 不是,我們以前有一個特別的外國超級車手 一連續,貴獨的,馬上拿出來,打下去,交定 又出來又殺過 曾幾何時,香港有一個高手,紅紅色學的 他打了三年,四年地毯,在香港 他也是拿回同一個學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他說,這個學夠蠢啊 地毯用一個蠢學就可以了 他用同一個花,用同一個款 是撕了去年那張貼紙,就貼回這一張 所以這位仁興說的,是沒有道理的 只不過,現在太少機會鬥地毯了 所以無法發揮 但是無法 我還是會堅持拿回SPEED6 我還是有LTC 有啊,我有多棒 我還是有LTC 還要噴好花 你成功的話,我會贊助你 SPEED6真的很適合地毯 你的車太厲害了 現在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去搞到這輛車沒那麼厲害 是,但是搞得來 你都知道又沒得試車又沒得成 一來就來了了 那不如說說你香港 跑地毯的流程是怎樣 不要問我 我每次給第一排電完了之後 我就說應該頂死Bearling 我每次都是只有第一排電走到 不是,有個流程 跑地毯的流程 就是你即日去到開壇作法 開壇作法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有給你試一次的 一餅電 對,一次就是一餅電 試完一餅電之後就CP排位了 CP 即是排位 排完位之後就入Qualify 他排位都好像計的 不記得 我忘記了 總之有CP 然後就立即到Qualify Qualify好像不知三個 三餅電 對,三餅電 最後又來三個Final A組而已 B組我記得是兩個Final C組打後的一個 而此類推 對,其實很少電 基本上你只有那一餅電的試車 你要感受地毯 所以我剛才說有理沒有 你立即在桌底拿定的CP 一刻放進去 你設定什麼呢? 都不知道設定什麼車 所以都很講策略的 你只有一個一餅電 五分鐘時間 你要試完你 需要知的資訊 你心目中你想要做的東西 如果我用阿郡和我們平時 跑開戶礙場的話 我們拉十隻鵝去 那五分鐘內 麻煩你找個師傅 五秒換一隻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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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麻煩了 那個師傅就是自己 我整天跳下去 整天上來 大佬 誰這麼有空 每個人都在這裏 那基本上沒有可能再考慮 那當然是禮手在桌底 速度上來 但基本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你想在一個這麼滑 這麼沒有距離 這麼多毛的地毯場 可以比較上跑到的呢? 放四條超艦彈工內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的 我總之覺得你如果平時的車是超推頭 你一下去就可以了 未必的 我幾次都是這樣 在這裏出外面 轉不了彎 對呀 真的超推頭的 一下去就搞定 你還在頭中單向 超推頭 如果你說我這間那些 爆船陀螺 去到 然後去跑街是死不了 死定 我直接回答你 我這間那些車 放下去 一下去死定 死定 不是呀 爆船陀螺 開不了 轉不了 因為沒有什麼距離 我近幾次 但我不是再很近 我只是在之前 然後那些地毯 幾次的輪胎 或者是 尖 都不咬 我已經比較少鬥地毯 但我過往的感受就是 不知為何每次我第一排電車 最好之後 然後就玩完了 永遠沒有好過 我試過 有一次和你玩F1 我最記得 第一排電車 那些人說 你跑了第三個回來 拿了第三名的分子 然後你為何嘗嘗 沒有了影 你為何嘗嘗 B了 C了 為何有第三個好像沒有了 越咬就越壞了 不是呀 是我車 然後又吃了毛 你都知道我車整的 有段時間整的 難車 關人什麼事 你的車 六角夠 現在的 X4 不是 我那次玩的是什麼呢 玩F113 噢 那塊的壓力 嘩 那塊的豬叉 算了 是呀 我也要找數 有很多人追 我怎麼做豬叉 你拿F113的豬叉出來玩 玩得你頭痛 下次再做一個視頻 怎樣做豬叉 因為很多朋友去玩十二仔和F1 全部都用了瓦叉 我學夢的豬叉 然後我問為何 為何你用瓦叉 有的 沒有啊 難得做啊 不用做啊 不是 玩豬叉真的不適而在搞 為什麼呢 我只記得和他玩過幾年F1 他有沒有豬叉有賣 有 豬叉 沒有接觸 他們玩得好泡 那些豬呢 要用什麼 例如炭豬 一會兒又說 陶瓷豬 一會兒說 不鏽鋼豬 又說鐵豬 那些豬呢 多到我整枱都是小小粒 一會兒掉了一粒 一會兒掉了一粒 要買一包 嘩 我喜歡玩豬叉 我不喜歡玩阿叉 很難玩呢 那些豬叉 因為豬叉 因為他的power不大 那麼車的彎會比較圓 平衡也會好一點 然後散豬叉片 散到你呢 沒有啊 不散的了 不散 不散 什麼不散啊 你們這班人不斷叫我 水磨沙子 一直都摸摸摸摸摸摸 嘩 我都摸摸摸 你不要找食物鏈最低層來問吧 大amam 有些好的你不問 該死啊 這可以 我下次做個好一點的視頻 非常好 會告訴你怎樣去做一條好的豬叉 我的豬叉 基本上我還有這麼多 都沒做過 你叫他做 нал 深的豬叉 我有玩過的 Sakula 那顆 壓力的鋁柳叉 你會做得好 那顆的叫做 说来说去,那条猪叉的几粒啤梨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几粒啤梨是一定要买一些很漂亮的啤梨 通常都是 师傅立刻刷MP13出来给我刷 断啦,扭道断啦 还没断 这架不是MP13 这架不是MP13,老友 你不要求他拿一架猪叉,我们不能拿 我拿猪叉而已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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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更奇怪 后面是行海棉梯,前面是行膠梯 哈哈哈 这是什么F1 给你看到 这是什么F1 我不是猛 哈哈哈 师傅,你突然玩什么 这架是不简单的 一看就知道不简单 你是科学家的名字 不简单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收起来才不要被人看 这是什么 很浪杂的 喂 Exotate 我们这一集是说去到不同场地 都说完了 其实 是说完了 但是 其实那些观众真的觉得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你现在几条磨绿 一去到不同场地 一摆下去又玩 又玩 你这些人是不是很难玩 还是你之前来之前练习过 那些观众常常问这些问题 哈哈哈 那我们要坦白一点 其实真的有做功课 哈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有做功课 那些观众常常问 什么呀 什么叫做功课 好像你去那些桥底的场 那样 你走不到 当然要收下方便 哪个胎走到 然后去到用那些胎 就立刻走到 正常 是的 很简单 现在湾仔的场地没有帮胎 你不要玩 你浪费时间 哈哈哈 真的浪费时间 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收封类似 收到这些东西才行 但是 但是 那个场地是特别一点 譬如你 你 油麻地那个 都是一种正常的胎 是的 我读爆它 油麻地 其实这个棍王 第一次拿一部 头轮去买 去玩的时候 它是吸车吸到飞起的 它是横手不能的 我是逮住它 逮到我也不好意思的 哈哈哈 不过忘了 你看 M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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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3Racing 因为长津一咬的时候 很恐怖 3Racing那一架 算了 那一架走直的吗 我还没说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一架 那一架在我之前没下去 橋底玩的时候 我在正常场玩过 都走不直的 好啊 那一架很头痛 那一架有点难度 那一架走不直呢 你平时走不直 不是这样偏 偏在一边的 它不是在下不直 是L的 哈哈哈哈 撞在一边 不是偏在一边 不是偏在一边 这次左 但是它下一次右 哈哈哈 那一架要花很多心思去弄车的 嗯 嗯 后来结果是 如何走到 拆了Row Bar 拆了Row Bar 是啊 奇怪 是啊 搞了很久 我后来 怒怒地 都走到 哈哈哈 我想我认识的朋友之中 你是最喜欢 偶爾拆了Row Bar 不是 他才是这样的了 其实那天玩到很沮丧 哈哈哈 他才是这样的 他才是这样的 哈哈哈 很沮丧的情况之下 他也肯玩下去 哈哈哈 他很难玩 哈哈哈 不是啊 最差的是我的 走到 哈哈 倒你也不行 豈有此理 我豈不是食物链最低层 都能走到 豈有此理 追我? 你现在是什么事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最多再跑不到 我自己拿着牆 哈哈 哈哈 爛了就不用追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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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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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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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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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過 那裡是 你說是否好玩呢 玩到 但是 你說是否真的去練習 去玩遙控車呢 我不覺得是 因為怎麽也要有個島才叫做一個場 對不對 所以呢 玩底場好很多 都很多 橋底那些朋友 最初在橋底玩的 都已經入了場租位了 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轉彎遊樂 大家好 我是富榮 那今集呢 就是講回 TiF-420 我的車的設定 以及對比回419XR6和420的分別 希望大家收睇完之後 可以幫到還媽星的人 可以這麼大的幫助 左邊那一輛呢 就是419XR6 右邊那一輛呢 就是420 那看下去呢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實質上 如果你看的話呢 你看前面那個 油壓價 它420是比較低一點的 重心會低 比419XR6再低一點 尾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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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呢 都是有分別的 那個油壓的擺位呢 那個重心是不同了 是比較再低一點的 420比419XR6 這樣設計呢 其實讓它摸彎的時候 那個反應呢 可以再快一點的 那當然這個快慢呢 就要因應油壓和彈弓 去遷就一隻手的反應 那當然 XR6是不是沒有競爭性呢 不是的 尤其它設定好 都是一輛很好的車 那同樣呢 就是 那個 摩達呢 你看到呢 就是 它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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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呢 是420 就會 退前了一點點的 還有 它的好處就是 退前了之後呢 摩達重心呢 就不用去到 椅子那麼厚 那對 那條 那個 那個 壽命呢 就會 好一點 條 路損力都會好一點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嗯 你看到那個 油壓塔呢 那個擺位都 不同了 那個塔呢 這個 XR呢 就會 厚一點 420 就是前一點 那它的 殼處就是靠 這個殼處 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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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共用回 419XR呢 那個殼處是沒有變的 可以共用回 那跟著 那個 轉向了 那 419XR呢 那個轉向呢 就是 傳統的調備碼 那 那 那 Servo呢 裝法呢 在前面 裝下去的 那 那個 那個 撥撥呢 就是 正常 位置 但是呢 420呢 那個裝法呢 就 反轉了 那 那個 Servo呢 那個Mounting呢 就會在 拉回 前面 就是前面 這個位置 那整個轉向呢 就會 向前 騰入了少少 那 那 好處就是 它 那個轉向 反應會比 419XR再 快些 那 那 這個 幅彎的感覺呢 就會再轉一點 還有 它這個 Carbon的 轉向盤 那 它那個 分屍來 就可以再多些 是 不好意思 有些東西 操著 轉向呢 也有一點點不同 那 轉向呢 就會是 它那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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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 的 顆顆 就可以 將這裡有三個不同的孔位 去走的 當然 它跟來呢 就是原裝在中間的 那 我就改了 在最速 讓它 跪下彎的時候 反應會快些 不過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 你上回來的那一刻 可能就會慢了一些 所以 我就會選擇了 自然中彈弓 去解決 那個 下去 和上慢的問題 那 那 跟著就是 它 還有那個 奔把呢 它 420 就會 希望大家清楚一點 它就會 這裡呢 就會是 有個 位 移前 移後的奔把 就是如果你想 那個奔把再 鋪實一點 那個殼的 可以再去移前 不過呢 你的處理位 就要重新再開過 還有就是 它 420 就會 會 比 419 這個 這個叉 就會 窄了 因為它需要 扭動大 所以 設計師 就是 把這個位 改窄了 大概 1mm 左右 讓它的 扭動性 高一點 跟著 就是 大減設 我建議你們 用回EXO的 大減設 因為 如果用EXO的 大減設 它那隻E-Kit 就可以 扣回去 那 車就會 會 那個 大減 夾得 會好些 要不然 你就要靠 cola 去自然那個 幅度 那 我覺得 E-Kit 下不到 也沒有辦法 下cola 如果下cola 那時候會有些 動的 那如果 玩 兵被 有少少 動的 其實都 會浪費了些動力 那 還有 它 420 那二樓 是比 419XR 就是 低了一些 你看那隻 摩打一次 大家差不多 都是 50次 它這個 沒有太多 它這個 就 凹很多 那 還有 這個 車 收摩打尺 也要很小心 因為它的位置 收窄了之後 它的摩打尺 和皮帶 那個位置 其實相差 都是1.5 左右 那 你 收摩打尺 之前 要拆二扭板 你才可以 拆一顆 摩打尺 還有 你安裝完之後 對 二扭板 左右 是不是平均 如果不平均 如果 車子 扭動的時候 它的邊 就會 拆到 摩打尺 就會出了一些 古靈精怪的動作 或者 凹尾 或者摩打尺 使了二扭板 或者 讓摩打尺 鬆弛 還有 420 就可以用到 ARS 那個 轉向 的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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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 轉向 可以令到 車的 速彎 比喻 的動作 而且 進彎的時候 那個 可以再變得大一點 那 車就會在 中彎的時候 比喻 就會瘦油一點 還有 可以快一點 起油 因為如果沒有LS 就會 可能要等 車迴直 或者等 車 縮油後 等一會你才可以避油 如果不太心急 你的車就會打轉 那 這個 就 它優勝 419XR6 的唯一好處 那 還有 整體上 車呢 就會 420 是 那個 彎心 那個 感覺 會 比XR再轉 一些 還有 它 始終 就是 車的扭動 尾扭動 和頭的扭動 就會相繼 比419XR優勝 因為 如果 我 就是這個 你看到 它那個 二樓板 都比較 比較 軟 所以 你一招 它就會比較 扭動 會比較 扭動 那 這個 36 不是不扭動 但是呢 就會 差一點點 就是那個 感覺上 你扭動的架 就會比較 清楚 清楚一點 然後 跟著 就 嗯 車呢 還有 就是 看你 那個 要些什麼 那 你那個 CAMBA LINK 那 現在 就是 前後 2mm 戒指 因為 PYC 那場 都幾 咬胎的 那 那 我就覺得 就 車過咬 但我又覺得 又不想動 那個 臂馬的 Volt Center 所以我就 選擇了 在那個 CAMBA LINK 星戒指 等下 車 那個動作 沒那麼咬 胎之餘 又可以快些 那麼呢 就 TR420 那 它那個 雅差呢 就 跟419 XR 呢 是有分別的 因為 波箱呢 窄了 所以 雅差都窄了 那如果 41 那它入雅有呢 大概 1.3g 左右 但是 40 那個雅差小了呢 它1.2 已經很足夠 那你不要入多 入多呢 就會 爆到 整個雅殼都是有 那這個要注意 底板 就 它那個扭動呢 波箱呢 其實有四口螺絲的 那這四口螺絲呢 那這四口螺絲呢 就怎麼玩呢 就 如果你的車想扭動的 那當然 收一口啦 那一定夠扭啦 但是這個尾呢 就是很搬的 那 如果你全部收散呢 就很硬的 那看你要什麼比例 我就收二、四孔 因為我有少少要扭 但是有少要去找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一次PYC的雅殼呢 大約要少少轉 所以呢 就會收二、四 那 如果是上一條雅殼呢 我就收一、三 因為呢 螺絲越短呢 它尾的那個幅呢 就是那個扭動呢 就會 越近呢 就越是 沒那麼扭 越遠呢 這個位呢 就越近比較扭一點 那如果扭了呢 可能你 扮功 可能要硬一點 去巴爾士翻個扭動 因為車一扭了呢 就會很擠的 那會比較難 操控一點 反應會快了很多 那要小心一點 還有 嗯 嗯 它那個電池架呢 這個位呢 你最好就用一些螺絲膠去 鞏固了它 因為呢 這個位置只有螺絲頂著呢 它有時候會翻鬆的 前面呢 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前面有兩口 那 跟著就 然後 底板 就主要是這樣 那 其實 其他東西都沒什麼特別 還有 玩完呢 你偶爾喜歡收一下波箱 這四個螺絲 因為 它的扭動太大 有時候 這四個螺絲呢 就會鬆的 但是 千萬不要放螺絲膠 因為放螺絲膠 它 車就變得很 很撅緊 一些東西 一撕了呢 回不了頭 然後呢 還有你拆開 有機會撤壓 就很麻煩的 那我補充呢 就是這麼多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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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會脫地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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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